以下有雷,以下有雷,以下有雷,记者吴孟廷,综合报道韩剧深渊阿比斯金十三日晚间播出第三集,普宝英和安孝切为了各自的目的找寻杀人真凶,在一次喝醉的夜晚,安孝切把他扶回家,抱到床上,普宝英使出撒娇功力,不但死抱着对方不放,双手环抱对方脖子使得男生不得已压在他身上,还一把躲进对方怀里,像个小孩般撒娇。 是剧情发展以来目前最亲密的接触,请继续往下阅读,普宝英喝醉,安孝切扶他进房,扶,翻设自TVM普宝英誓言死而复生的检察官高誓言,为了找出杀害他的凶手,与用水晶球救活他的二十年老友车迷安孝切誓言,开始联手调查案件,而死过一次复生后变成绝世美男的车迷,则是希望能借此找回他失踪的未婚妻下落, 显然目前没有来电的两人,一次高誓言酒醉,被车迷扶回家,他双手紧紧环绕着对方的脖子,导致男生要把他放在床上时,一个箭步变成压在女生身上,趁着男方去拿水,高誓言这时清醒,等等,我干嘛要对车迷撒娇,醒醒啊,普宝英紧搂住安孝切, 下秒变成直接扑床,图,翻射自TVM没想到车迷一回来,高誓言又突然假装头晕,哇波浪福好婚啊波浪福硬是要靠在男生的怀里,仿佛小孩般的让他为他喝水,必时被对方高大帅气的外貌给晕传了, 不过此时车名的心还在前未婚妻上,执意要找到对方,留下一个人在又黑又大房子里的高誓言出门去,等到安孝切回来,不保应立马躺进他怀里撒娇,图,翻射自TVM深渊剧情进行至今不走爱情发展,更是着重在连续杀人魔无语者的案情描写,本集不但交代了女儿遭到毒手的爸爸普吉万,是如何从犯人家中逃出, 并成为警方追查的对象,更揭晓了原来高誓言的检察官同事徐志许,多次掩盖吴英哲犯案的真相,来自布洛克阿兹,会